明天使与你 共同救护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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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多孩童沦为孤儿 受难民众流离失所 此情此景 着实令人悲欢同行 为不仁众生受灾害所苦 海淘法师慈悲置业 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 及时募资并筹备运送 赫派占预法师 从马来西亚出发至尼泊尔 向前採 큰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這時,我說他說話,我不能放在哪邊說話 他不可以說話,我不能放在哪邊說話 而我們沒什麼啊 我們有一個影響 我們有一個影響 我們在此 這邊有很多 Real-Gas 我們不太爬的 而且我們在台北 我們會在我們 談論一下 我們在左邊 我們在這兒 不方便是在此, 而遇到犯罪了, 有犯罪的以后在此。 遇到犯罪的与犯罪, 在车上, 好像疯好, 而迪物遇到类似的供应。 在 是用之后, 我们用来 传媒体的供应。 我们用来 人物服了。 我都在冬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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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回溯到三年多前的尼泊爾大尼鎮 在救災的過程中 索南哥西看到太多 凝飢餓而捨冒的災民 幸好慈悲的海盜法師 率先捐助兩萬美元的食物救助 解了饥饿災民的染眉之急 何西在感念海盜法師的慈悲之余 最后也開始了連串 戴逆波爾的慈悲善行 而戒毒院就是其中一項目 慈悲戒毒所目前共收容七十幾位院友 大眾恭請海盜法師慈悲 為數位成功戒毒、戒酒 以達兩名的院友頒發慈禮品 便舉辦戒談高議事 大家熱烈部長 現場情同手足的其他院友 受到現場氣氛的激勵也大學客彩 對於戒除毒癮似乎更多了一層信心 在戒毒院內 院友們彼此關心鼓勵 讓許多曾經備受家庭、社會、親友們 歧視的吸毒者 再次有了重新站起來的動力 最後 海盜法師為大眾慈悲開示 今天現場的每一個人都要想盡辦法戒毒 所以佛陀說 征服自我才有生命的快樂 調伏自己的內心 還有生命絕對的自由 住在這邊的七十幾位生命的戰士 因為能夠征服自己的慾望 不管是喝酒吸毒 生命才有真正的自由 同樣我們出家人也是在努力做這個 征服心中的貪意稱恨的毒 不然我們的生死輪迴就很痛苦 我想各位願意來到這個地方 代表你願意征服自己 所以佛陀說 能有慾望的快樂 超過有慾望的百千萬一倍 特別各位都是男人 男人是最容易修行跟成佛的 所以我們自己改變了 那你的家人就會很快樂 世界就跟著我們改變 所以來到這邊看到各位的努力 那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那我們所做的各種功德 也回向給你們 願大家都互相祝福 但是希望大家 永遠記得我們的兄弟在這邊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吧 看他們樣子 你看個個又帥又鬆 又聰明 但是因為他們的環境 沒辦法 因為尼泊爾沒有戒毒的建議 你要在台灣隨時都抓起來了 不用你交錢 那這邊要戒毒 你必須要出很多錢 然後你才能夠戒毒 所以這邊只有賣毒品可能才會抓了 吸毒沒人管你 這個是很特殊的地方 所以就要靠民間的努力 我想要做這個工作太難了 但是我們幫助他們就是幫助自己 所以也希望大家持續持續的關懷 但是無論如何這個世界上在吸毒的人太多了 包括我們自己都在吸山毒吧 但是至少我們有佛陀一樣 就像他們有格西 在一直引導的他們 加持的他們 所以我們才能夠不斷一步一步的征服自己 所以我們幫助他們 我們也可以很快的戒掉我們的心毒 你要戒毒最好的方法 就是去幫助眾生 去幫助那些可憐的人 去向我們天天淹功 天天去找地方去幫助 所以你就發覺你內心就有寂靜的狀態 所以慈悲是最容易戒毒 開悟症的空性的方法 所以你要一直去幫助別人 就像剛剛他們唱歌 他們敲那個板子鼓啵啵啵都好聽 但是我想當他們在唱歌 讓我們在聽我們的鼓掌 那個時候他們就不會吸毒了 因為他們唱歌讓別人快樂 所以你自己就會很快樂 世界上吸毒的人太多了 包括社會上的營運眾生 也都無時不再吸取坦誠吃三毒 感恩長久以來 我們有慈悲的佛陀一直在引導著我們 加持著我們 我們才能夠不斷一步一步的征服自己 每個月的雙手 小雙蝸 英雙蝸 最多是世界上的野狀自 西蘭 超雙蝸 最多是世界上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庄严的佛塔与白日为伍 高崇塔尖上飞来几只鸽子停歇 宜然享受冬日和寻的晨光 彷彿佛陀垂下慈悲的双手唤醒大地 即世上一切的命运众生 迎着晨曦 车子走在帕冰晃晨晨的向前公路 绕过弯曲的山路 终于到达目的地 小沙咪们一早挤手捧白色哈达 列队守护在门口 准备迎接远道的宾客 正正清脆的法罗 在天气间响亮的传开 由尊贵的海淘法师 继续慈悲带领200多位资宿二众 来到了距离首都加德满都 二十公里之窑的帕冰圣地 文书德监佛学中心参访 佛学中心创办人 即为石修派卓越上师 尊贵的诸托仁波切 但仁波切已于2012年原集 留给后世无限的嘴丝 原本四番为大家安排的是长寿法位 但因逢凯涛法师母亲 黄高聪老菩萨往生 法会改为大威德金刚超度法会 以回向黄高聪老菩萨 禁除诸杖 幸远往生 在大众到达前 四方早已完成了前行供养的庄严仪柜 以消除非人等的障碍 并期许超度法会能顺利圆满进行 法会一开始 首先恭请海淘法师身上法座 接着四方代表向海淘法师 分别献上释迦摩尼佛圣像及迎波 以感谢海淘法师 随即开始了今日庄严的超度法会 法会中 主法上是领众羞耻去逐障碍的 共多玛庄严仪式 在仪式中 借着焚烧黑芝麻 消除往生者的种种罪障 大众潜心助导黄高聪老菩萨 能顺利往生其乐消除障碍 而法会中 也借着庄严的衣柜以及种种仪式 让我们了解生命无常 身无管空心 感谢寺庄的慈悲 当然也替我的妈妈高兴 还有讲了福报 在她往生的时候 有这么多寺庄 有这么多有出行者 有这么多圆满的余会 能够真实帮助到她 发挥为生 海淘法师随喜寺院推动佛行事业 佛法教育 以及收容幼童的善举 并感谢尤格西主持的 大威德金刚超度法卫 除了特别以母亲 黄高松老菩萨名义 顾持一万美女之外 并邀请大众分别 顾持学校 推动佛法教育 以及 推动佛法教育